小胡子偷七男 好像惹了很大的麻煩 下面這位好像沒在怕的 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曾志偉他沒有小胡子吧 對 曾志偉 對 他一般來講都沒有留胡子 但私下會不會留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志偉哥 他真的是在香港 是大哥大級的人物 他的感情其實緋聞 所謂的這種情緒 他的情史也是非常豐富的 當然我們都知道寶媽 寶媽是他第一任的老婆 他現在其實你看寶媽之後 其實他第二任的老婆是誰 很多人很少人知道 當然有 住在加拿大 叫做宋利華 也就是曾志偉大哥 在去年60歲大壽的時候 政公出現了 來過生日了 我們也才看到說 原來曾志偉大哥的政公 宋利華是這個樣子 所以多少年了 但是一直到他60大壽媒體 才看見他老婆長什麼樣 那他當然 那個宋利華當然很 依附那個政公是很那個 政經為坐 而且是 你看 而且很端莊的樣子 完全沒有說 就是很支持老公 正應又正公的意思 你看 所以這樣子也是 人家夫妻也可以做到這樣 分居20年沒有性關係 然後老公說老婆有身家 我有錢 老子賺了錢給你 你有身家 那我買了我的自由在外面玩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樣也可以做夫妻 那當然就是因為這個 宋利華他很了解曾志偉的個性 這就講到像寶媽當年 他就不像寶媽 寶媽當年寶媽就不像宋利華這樣 因為不同階段 你知道寶媽跟曾志偉結婚時候 曾志偉才19歲 寶媽是去香港登台 曾志偉的父母親非常喜歡寶媽 覺得這個歌手很棒 可以適合做媳婦 就介紹兒子跟哥哥新認識 然後把 是這樣認識的 對 然後娶進來 可是你要知道曾志偉當時 因為當然曾志偉也很喜歡寶媽 可是他當時曾志偉就跟寶媽 新婚就跟寶媽講得很清楚說 我才19歲 我還沒有玩夠 你要讓我再玩三年 那寶媽當時回憶 在新婚洞房刮竹夜 她都沒有洞房 就去跟朋友喝了三天三夜 就去玩 在外面玩 所以寶媽後來 雖然曾志偉已經跟他講了 他是愛玩的 可是終究無法忍受 生了兩個女兒 寶姨跟另外妹妹之後 三年就離婚了 再撐過三年就不晚了 你幹嘛三年的時候離婚 沒辦法 寶媽當時也很年輕 她沒有辦法撐下去 那好 曾志偉的第二任 當然他就已經很清楚了 曾志偉的這個狀況 他很了解 所以這個宋利華他也很知道就是說 那我就住到加拿大去 你反正這個香港的事情 香港是一個花花草草的 娛樂圈的世界 那宋利華當然幫曾志偉生了兩個兒子 現在這個兒子曾國祥 經常已經是香港的導演跟演員 對 經常他還導過電影是寶姨 他們都監製 都一起在那個的 那現在大家看到了這個宋利華 不過大家就有講說 為什麼說什麼四大 香港那個去年也講說 有四大什麼紅粉之己 紅粉之己 曾寵 就說曾志偉這麼多年來 身旁不乏紅粉之己 當然之前講的一個就是關淑儀 有沒有 有人說關淑儀的小孩 曾志偉的後來正名不是嗎 對不對 那因為關淑儀的付出啊什麼 曾志偉的幫了很多忙 那另外一個就是TVB 有一個小的明星叫張心妮 還什麼的 就是說這個女明星呢 沒有很大企圖心 可是曾志偉經常 因為為什麼說曾志偉花心 曾志偉有很多的 不管是晚上的派對啦 或者是演藝圈的這種應酬啦 曾志偉經常喜歡喝兩杯嘛 那剛剛講那個張心妮 就是後來有一段時間 曾志偉參加應酬 派對 圈內的玩 都把曾心妮帶在旁邊 那曾心妮也玩得很開 就是張心妮這個女神 小明星 TVB小明星 玩得很開 都跟曾心妮在一起 所以人家想說曾志偉身邊 有很多的紅顏知己 可是鄭公 宋利華 都不太去管 就是這個狀況 這樣才撐得下去20年 不然的話怎麼可能呢 不過剛才邁哥有講到說 原來他跟寶媽在一起 是爸爸介紹的 很少聽到這種事情 爸爸媽去聽歌 這個歌手不錯 介紹來我們家當媳婦 這家也滿特別的 對啊 曾志偉的父親 今年已經80幾了 其實算是高齡了 曾志偉都已經60幾了 他爸爸80幾了 高齡 沒有 重點是還在 身體空間 很好 可是要講就是說 曾啟榮當年他來台灣 後來是因為我們的曾志偉 他來台灣發展 就在那一段時間 遇到了 那時候也是在從事這個 演藝表演工作的寶媽 所以那時候 我們剛剛提到了 那個邁哥說 其實他的爸爸 非常喜歡寶媽 所以簽了這一條音樂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曾啟榮 還有這個所謂的曾志偉 他們那時候會來台灣出現 這有一段歷史 當年其實曾志偉的爸爸 是他探長之手的 那個得力助手就對了 所以當年因為這個位置很漂亮 而且等於是現在 我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 他爸爸的位置就是 等同於現在警政署長 警政署裡面的大隊長的位置 所以很好 屋前 所以要講 那時候他爸爸1975年 他有這個位置對不對 1977年他已經被通緝了 曾志偉的爸爸被通緝 就通緝他 就說他爸爸等於是貪污 好 貪污後來就開始 就一連串的就是開始去 走這個所謂的這些訴訟 這邊很煩 好 跟大家講 後來一直到了2001年 其實他們在九龍 就是曾志偉爸爸 在九龍的房子就被充公了 可是這個一延宕 一直到了2005年 這個房子才拍賣成功脫首了 然後才1600萬 很久 可是這段歷史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曾志偉的爸爸 其實他有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好 然後曾志偉 你不要看他這個背景 其實他的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是是非非很多 大家記得嗎 2002年的時候 他無端被頭打爆 對 他好像上過社會新聞 對 上過社會新聞 而且那天的狀況 大家就講說 我跟你講一人頭被打爆 一定就是開始會聲會影 第一個玩了大哥的女人 後來欠獨債 不然就嘴戒嘛 就是酒後亂講話等等 會聲會影 好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據說那天曾志偉就是 邀了三五好友 就到了一個就私人的會所 然後就開始喝喝 喝茫了之後 其實據說他那天是躺在沙發 就呼呼大睡 因為他已經醉了 他不省人事了 可是就在那時候突然間凌晨 大概三四點 就進來了三個標情大喊 哇 啪啪啪啪啪啪啪 海可以一頓 然後人就走了 好啦 那留下了呢 這個滿身是血 被打爆桶 對 打爆桶 然後總共29針 這個很嚴重 後來大家就說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就我剛剛講的 就開始會聲會影什麼之類的 好 後來在警方 他收 就是開始在偵訊這個案子的時候 過程裡面 他們其實就是 等於調了兩個人來問案 那時候讓這個事情 讓大家覺得說更不可思議 第一個是榮祖兒 榮祖兒 跟榮祖兒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其實有傳說說 這個好像跟榮祖兒的 好像有一些糾葛 曾志偉是不是講了不該講的話 還是他們之間有什麼恩怨之類的 尤其因為其實榮祖兒 其實非常是漂亮年輕的女性 所以讓她的遐想就更多了 好 然後呢 而且又調了榮祖兒的老闆 楊壽成也去了 這就打塌了 那時候真的 接連好幾天 其實都是頭條再頭條 大家就覺得這不可思議 可是跟大家講說 最後一個非常吊詭的地方是 後來就把它刺毀了 所以重點是 好好笑喔 為什麼曾志偉被打 不知道 就被K了一頓 就是不知道 從來大概說好像就是 就牽涉到所謂的英皇 跟所謂那時候東方魅力之間的 好像私底下的人 什麼生意上的往來 或什麼之類的 有些糾紛 所以曾志偉的頭被打爆了 所以她的事被爭脫 這香港的演藝圈的大哥 腦袋被打爆 一條命都差點沒了 還有另外一位大哥 好像之前也不曉得事情 也有不曉得女人是不是 對 另外這個大哥 號稱為說 香港最靈活的胖子 為什麼 她是個武打巨星 對 但是是胖胖的 可是動作非常非常的力度 就是王金寶寶哥 小吳子 王金寶大哥 其實我們非常非常敬重他 但是他的婚姻跟他的緋聞 其實一直都沒有斷過 第一任婚姻其實是一個韓國人 韓國人那一段 維持的有14年 但是一個圈外人 但是後來還說 因為那時候非常年輕就結婚 她說我因為就是一直在不斷的偷吃 劈腿 把妹 所以我的婚姻是這樣過的 所以她那個原配真的很能容忍她 她說後來一直吵 一直吵 吵了14年 才終於離掉 對 那個原配怎麼過 她之前坦承說 我就是一直劈腿 一直把妹 一直把妹 因為年輕 後來她真是 她的眼光還真的很獨到 她喜歡都是漂亮 長腿眉 甚至於是白皙的 或是胸部大的 她在電影圈 這種妹就多了 她又是大哥大 誰不想靠近 第二任婚姻 不得了了 娶了什麼 香港小姐的冠軍 高麗紅 是香港小姐冠軍 那時候高麗紅也是個女大宅 非常非常非常 還被她操得很慘 對 什麼東方突嬰 然後是個大宅又漂亮 結婚了 嫁給她了 也有生小孩 好 洪金榜一樣 為什麼 因為高麗紅結婚之後就回家 就不再出來了 所以她在外面又開始拍戲 老婆是漂亮的電影戲也沒用 為什麼 因為她有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所以就一直一直 一直有她的消息出來 然後最近 一直被拍到有一個嫩模 叫王沁儀的 好 今年我們寶哥已經63歲了 這個嫩妹才幾歲 才20 不是寶哥 洪金榜 對 好 63 21歲 我在想36 我都已經覺得很誇張了 21 這個嫩模 所以你想想看 剛剛講徐克 有這個嫩妹一陪 整個創作來源都來 那個老了 30歲了 她有這個嫩 她有這個嫩妹之後 你知道她做了什麼事情嗎 怎麼了 她並不是要離婚要幹嘛 她是真的叫暈頭 好 她拍了個電影 本來要去威尼斯參加影展的 有馮德倫 彭宇悅他們都要去 就跟寶哥講說 寶哥 幾月幾號的時候 要去威尼斯影展 你當期要空下來 結果到時候大所有人在機場 等不到人 等不到洪金榜 被狗仔發現她去了恆店 陪誰 陪那個嫩妹往慶儀派戲 為了陪這個沒有經過的嫩妹派戲 她連威尼斯影展都去 愛情的力量好偉大 真的暈頭 暈頭暈到上 影展算什麼 陪妹比較重要 就被發現說在恆店 四天三夜 就陪著這個嫩妹 後來在香港也被拍到過 好 然後記者跑去問寶哥的時候 他還大發脾氣 關你們大家什麼事 這個事情關你們大家什麼事 還很兇很兇 美理有點嚇到 你是電影明星 你的廢文就關大家的事 後來還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們剛剛講高麗紅 其實對她是不文不 就是說放任 可是高麗紅的 好像是媽媽生病 住院急診 大家又急著找洪金榜 你總要來陪 因為老婆忙得焦頭爛額 那時候好像是很嚴重 又找不到洪金榜了 又被發現 又去陪嫩妹 又是陪她 她真的什麼都不要 香港狗仔 香港狗仔很會吹 就真的發現 所以你看 真的就暈頭了 我們洪金榜大哥 暈到這種程度 可是她也沒離婚 然後大家真的很不忍心 又跑去問高麗紅 就是她這個現在的太太 高麗紅就說 請你們不要問我 永遠都是這幾個字 請你們不要問我 所以答案到底是什麼 只有洪金榜知道 要怎麼問她 她在外面玩 我就不相信她回家 會跟高麗紅報告 當然不會 而且脾氣又很大 香港記著她很怕她 怕她拔脾氣 好 你不要以為劈腿 是年輕人的事 這個到六十幾歲還在劈呢 待會回來 維文要告訴我們 還有年紀更大在劈 真慘